《 炎炎夏日》做什麼消遣 最能夠消磨這酷熱的時光嗎 讓人聚精會神 忍不住一場又一場的吃雞遊戲 相信是不少人的上上之選 不過像是《絕對求生》 《要塞英雄》 還有 Free Fire 《我要活下去》 這幾款熱門遊戲大家一定都補陌生 甚至早就已經玩膩了 不過除此之外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選擇 本週電玩瘋的特別企劃 就整理了幾款各平台的作品 各有不同的特色 讓大家從中找出最適合你的吃雞遊戲喔 由開發聖騎士英雄國度的 Hirex Studios 最新推出的《聖騎士皇家領域》 與其他大逃殺遊戲最大的不同 就是它多了職業與技能的系統 戰士、工程師、刺客、法師以及獵人等五種職業 各有不同的技能以及專屬武器 一開始玩家要在飛空艇上選擇降落的地點 等降落後一樣要四處搜刮物資 比較特別的是玩家可以將不需要的物品分解 然後再到地圖中的打鐵鋪 將碎片組合製作成各種裝備 而且移動時還可以召喚馬匹來騎乘 讓你在地圖中能夠快速移動 萬一在戰鬥中被擊倒的話也不要緊張 這時候玩家會變成一隻小雞 好好躲過三十秒沒被殺死的話 就能夠變回人形重返戰場囉 和其他需要不斷隱匿的遊戲比起來 《聖騎士皇家領域》 更強調獵人頭強化裝備的重要性 喜歡與人互相傷害的衝動派玩家 這就是最適合你的吃雞遊戲啦 由獨立團隊Landfall 針對愚人傑所研發的趣味大逃殺遊戲Type-G Culturally Accurate Battlegrounds 在剛開始想好要去哪裡搜刮物資 按下F 鍵讓人物噴射出去之後 不用降落傘 直直墜落到地面之後就可以開始行動啦 跟其他大逃殺遊戲一樣 玩家要不斷進入限制區域 並想辦法存活到最後 而在這裡限制玩家進入的 不是電圈或是毒圈 而是會將限制區封鎖起來的巨大圍牆 要是玩家來不及進入被關在外面的話 就會馬上被淘汰 所以千萬要隨時注意限制區域的變化 不要被關在外面囉 雖然是搞笑風格 但遊戲裡的武器和配件可以說是應有盡有 完全不輸給其他正統的大逃殺遊戲 除此之外還有像是腳踏車 摩托車 跑車 甚至是直升機等多樣性的載具可以駕駛 想要輕鬆的玩大逃殺嗎 那麼這款Tap Tree 你一定不能錯過喔 誰說大逃殺遊戲 一定要慢慢走到處收集武器呢 這款汽車大逃殺 就要讓你一邊享受漂移快感 一邊爽虐對手 說是這樣說 但事實上這款遊戲可是會死很大 遊戲中我們要在一大塊地圖上 和其他99 輛車輛互相對戰 跟大部分的大逃殺遊戲一樣 地圖周圍會有紫色的毒氣慢慢逼近 路邊則會有各式各樣的武器可以撿來使用 不同的是 這99 台車每一台都是以我們為目標 直直衝著你來 欸 裁判裁判 這樣搞維歐真的沒有問題嗎 因為我們駕駛的只是一台薄皮嫩車 通常沒拋幾步路 就被一堆車子轟殺成渣渣 不要說殺敵了 想活下去 還是好好想辦法跑給敵人追吧 專為手機製作的Battlelands Royal 一場的遊戲人數為32人 因此節奏非常快速 一場大概只需要3到5分鐘就會結束 遊戲目前有單排與雙排兩種模式 一樣是選擇降落地點 尋找物資並小心交戰 而遊戲的操作也十分簡單 螢幕左右分別控制角色的移動和射擊 道具只要站在物品上方 等待數秒後就會自動檢取 不過武器最多只能攜帶一把喔 就像英雄聯盟一樣 遊戲中有許多的草叢可以躲藏 要是有人在裡面移動的話 就會看到塵土飛揚 不過只要抓準時機 就能夠利用這些草叢 殺得敵人措手不及喔 快點與朋友一起進入戰場 存活到最後贏得勝利吧 作為一款網頁.io 遊戲 Survive.io 可是做得非常仔細 玩家們可以選擇單人 雙人或是四人組隊進入戰場 遊戲中的地圖非常大 對戰人數最多也能達到百人 許多的建築 隱藏地道或箱子中都藏著豐富的資源 槍枝種類也非常豐富 玩起來相當的刺激 除了武器之外 玩家還要盡量尋找各種崩敗 醫療箱 汽水或是頭盔 綁彈衣等物資才有更多的機會存活下去 拿到高倍率背景的話 視野就會變得更寬廣 就算敵人在視野外也能輕鬆打倒它 若是躲到屋子裡的話 敵人也必須進入房屋才能夠看得到你 許多小細節都做得相當用心 自然也為遊戲贏得了高人氣喔 想玩吃雞遊戲卻不知如何入門 總是碰壁連連嗎 那就來試試玩法輕鬆簡單的Frozz.io 吧 Frozz.io 每場對戰的人數不多 在一開始的和平時間內 玩家要趕快尋找可用的武器以及彈藥 不過除了拿槍以外 拳頭或是其他近戰武器威力也很大 尤其是在狹窄的地方 或許比槍還要好用呢 除此之外 遊戲中還有車子或是機車能開 要是真的找不到武器 不如就直接開車把敵人給撞飛吧 Frozz.io 中有資源的地方非常的少 能躲的地方也不多 對戰範圍縮小的速度也很快 一場不用幾分鐘就能解決 喜歡快節奏大逃殺的玩家們 快來試試看吧 從去年開始 席捐整個遊戲界的大逃殺遊戲 當然不只這幾款 現在隨便搜尋一下 都可以找到一大堆類似玩法的作品 不管是獨立開發者 還是一線的三威大廠 大家都紛紛投入到研發刺激遊戲的行列 光是今年下半年就會推出狼群逃殺 獨行俠試煉場 耐恩群島大逃殺等多款作品 更不用說《決勝時刻》黑色行動寺 和《戰地風雲5》這些老牌射擊遊戲 也都敢搭上這股熱潮 在最新作中加入類似的模式玩法 讓人想播吃雞也難 玩家們 你最喜歡的大逃殺遊戲是哪一款 又或是你理想中的吃雞遊戲 應該要有哪些元素呢 歡迎在影片下面留言 跟大家一起分享討論吧 中文字幕提供 我們 computingfull 到達 中文字幕提供 非常非常非常可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